现在上海的老年人总体上关系是什么呢 第一 医疗服务要有保障 生活照料要有依靠 精神文化生活能够更丰富 再加上老年金能够加一点 这就是上海老年人普遍的需求 上海教育最缺的资源是什么 老年大学 老年大学很多老年群体在里面 不愿意毕业 一直留在那里 这就是很多老年老有所学 老有所乐 中年人在想什么呢 中年人希望自己的父母生活好一点 自己的孩子能够上好的幼儿园 好的学校 自己的孩子生病 看病排队不要太长 这些要求我觉得都是合理的 自己的收入能够高一点 各类人群的收入都能够不断地提高 现在中年人的负担也是很重的 青年人喜欢在关心什么 青年人关心创业就业的机会多一点 房价不要太高 车牌拍卖不要太难 青年人是这座城市未来的希望 创业就业对青年人来讲 它是很关键的 房价如果太高 居住成本太高 会把青年人压垮的 因此我们在很多会议上 上海房价调控很重要的一条 就是要控制房价 上海的广大的百姓 还共同关心一些问题 控制质量好一点 雾门不要太多 再譬如 这就环境好一点 食品更安全 刚才讲到的 就改快一点 叫出租车方便一点 这也是现在市民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 我所举这些没有详尽 但是可以说出 我们民生工作 使更多的老百姓有获得感 一定要精准实测 根据不同的情况 这就是补短板